我是把这个阿吞神和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产生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联系呢 各位同学 这就是什么 对 是一种渊源 或者说是对这个后来真正一神教产生的一种预言或者是启迪 我们把它视为是一种启迪 他把这个神呢 这个设想为人类利益的永恒创造者和维护者 设想为以慈善之心关注其一切创造物的天赋 这种一神教思想 是古代社会进入帝国阶段在宗教观念上的一种反应 为什么说在进入帝国阶段时候宗教的一种反应 这与这个政治这个局面也是有关联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世界历史在早期发展的历程当中 一般呈现如下的这种规律 什么规律 就是最初都是一些 分散的个体 一般呈现出这种城邦 小的这个地方自治这个单位 比如说埃及的这个诺姆 诺姆这个州 那个州 最后呢 形成一个地域性的王国 地域性的王国 比如说古王国 宗王国 然后呢 再从地域性的王国发展成为 这个 更大区域的一种帝国 一般是州计的 那么埃及啊 可以说 他就是在新王国时候 呈现了一种帝国的姿态 他跟这个 他也与亚洲的这个赫帝 这个强国进行政大战争 他这个新王国时期的埃及 以及以后的那个 波斯帝国 亚利桑大帝国 罗马帝国 亚素帝国 是吧 这种 这都是 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 一些这个零散的 非常分散的城邦 然后呢 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 然后发展成一种地域性的王国 然后由地域性的王国 再发展成一种州计的帝国 这是早期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的规律 我们中国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到秦大一统 春秋战国的时候 你看都是地域性的王国 然后一统帝国 这个规律应该说 那是我们通过对这个客观的历史的一种总结 而总得到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发展 很难确切地寻找到一种必然的客观的 一种客观的必然的规律 这是我们历史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地方 有别于自然科学 科学 自然科学 它这个研究的那些对象 那你放在实验室里 你怎么实验 它结果是一样的 历史呢 不具备这种特征 那么最初的宗教的那种 原始宗教崇拜的形态 都带有一种地方性和区域性 伴随着一统帝国的出现 那么宗教呢 也呈现出这种 一元的这种趋势 只有一个真正的神 他创造全世界 他掌管全世界 这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反应 在宗教领域里面的一种反应 所以我们把一神教称之为 文明社会所产生的这种高级宗教 一神教 从人类的这种对客观世界 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认知 从认识论的这个角度来讲 一神教也更接近于 我们现在科学探索的一种结果 一神教 大家都是说 我这么说可能是有点武断 比如说 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家 有牛顿 爱因斯坦 大哲学家 我们知道 康德 康德 在哲学史上占据什么地位 古代的哲学都汇聚在康德这儿 近代的哲学都从康德开始 一个日本哲学家形容 康德就是哲学史上的一座水库 一座蓄水池 就是所有的古代哲学流向康德 而所有近代的哲学都从康德开始 康德最终他也信上帝 牛顿他也信上帝 二十世纪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 世界科学界都公认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也信上帝 这个他们所信的上帝 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 能够创造这个世界的 这种超自然的存在 那个洛克斯 那个真神 这个神他和基督教所说的 这个耶和华和耶稣都不是一回事 是吧 但是呢 意义上是 一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一个世界的总设计师 宇宙的总设计师 那就是这个最高的神奇 是吧 这是我们现在哲学和科学的认知程度 那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最高的神 至高的存在 你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一神教 它尽管是一种宗教信仰 但是它在人类的这种认知 对世界 对生活的这种认知程度上 是最接近于真理的一种宗教 你们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解释 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解释 你们可以批判 可以参考 是这样 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对以后民族的这种文明的这种融合 都有着一种促进的这种作用 它是古代社会进入帝国阶段 在宗教观念上的反应 有利于形成一种超越地区 和民族传统习俗局限的文化形态 以后的犹太教进一步发展了 一神教思想 其最初的渊源 当与埃及的埃和纳吞有关 埃和纳吞颂扬的阿吞 更像基督教的上帝 一千三百年之后 耶稣的诞生 当视作阿吞的再生 阿吞的再生 这个宗教 一神教 它在于它伟大在哪 一种普世的 一种宗教的 一种产生 犹太教 虽然 耶和华 它是唯一的真神 犹太人就说 耶和华唯一的真神 但我认为 犹太教 它不是一种普世的宗教 对吧 为什么 因为犹太教 只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宗教 它认为 不行割礼的人 都是不洁净的人 只有犹太民族 行割礼 就是说 所有 那不行割礼的 也就是说 非犹太人 都不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呢 他只宠爱 犹太民族 只宠爱犹太民族 其他除了犹太人以外 其他都联等民族 是吧 这也是犹太人 为什么在历史上和现实中 现实中还差点 就是说 现在犹太人 正名很优秀 尤其是以色列人 很优秀 历史上犹太人 为什么 谁都迫害他 是吧 在古代 等我下一堂 给你们讲犹太人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 犹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为什么悲惨 为什么悲惨 谁都杀他 谁都烦他 除了别人的偏见以外 当于犹太民族的这种 自大心理 有着直接的关联 就我是上帝选民 其他都是连等民族 谁不烦你 是不是 你高高在上 谁不烦你 是这样 所以他不能称之为犹太教 不能称之为真正的 一个普世的宗教 对不对 直到耶稣诞生 是吧 耶稣宣称福音要传给 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族各国各方各民 是吧 所有的人都要传到 我的这个福音 要传给所有的人 不分民族 是不是 不分阶级 所有人都是平等 这才是普世的宗教 这是基督教 所以基督教 我觉得是真正的一神教 一神教 所以我把这个 耶稣视为阿吞的一种再生 是真正的 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使基督教传遍了罗马 走向了世界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宗教 我来自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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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于是